女騎士騎車經過路口 身上一點紙鈔卻從口袋裡掉了出來 散落在路邊 但女騎士渾然不覺 還好被一名好心的計程車司機給發現 再看一次當時畫面 女騎士完全沒發現自己掉了錢 一直往前騎 計程車司機見追不上她 擔心她有急用 立刻把車停在路邊 下車幫忙把鈔票一張一張撿起來 全數一萬四千元 通通帶到排除所 那個計程車停到路邊 因為車上還有乘客 是計程車司機 自己一個人下去撿 據程里表示 一萬四千塊是要 給她父親買營養品用的 所以非常感謝莊姓司機 原警表示 收到這名好心的莊姓問獎 帶過來的紙條之後 立刻根據車牌號碼 連絡上這位陳姓女騎士 女騎士得知遺失的錢找了回來 開心的要拿一千元 給莊姓司機當謝禮 沒想到莊姓司機婉拒 還說她只是做該做的事 讓陳小姐好感動 直呼莊姓問獎的行為 真的是實驚不昧的 最好典範 記者中全程陳超谷 SNG小組高雄報導